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就来试它 一些基本的宏观参数 车长是5042 也就是5米出头一点点 是很标准中大型SUV的一个尺寸 配的是2.0T高供254马力的四缸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加上48V的轻混系统 中间是伯格华纳6代最新的智能适时四驱系统 爱信的81T的变速箱 主销价位我认为应该在30到40之间的这个价位区间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的详细的细节 咱们先从外观开始看 领克09从正前面看过去 整个中网的位置你认不认识不重要 但是上面的这两个基角的日间行车灯 还是非常领克化的一个家族前脸 很多人之前一直担心说 领克的脸搁在比较小的车上 包括一些运动风格的车上是OK的 如今驾驭一个5米多的中大型的SUV 会不会显得比例非常怪异 但是如今你看 我们把前脸给你来一个轻微的小刷锅 你看一下这样的感觉 虽然我依然觉得这样尺寸的车型 上面这两个基角的日间行车灯确实给人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怪 但是整个的前脸和谐度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你要说四五年前你看不过领克的前脸 但是如今我觉得领克前脸已经看得非常习惯 并且它新的这种的一个T字形的 也就是两个大灯的灯组 加上中间的这个中网 形成一个巨大的T字形的脸 很多人管它叫灭霸脸 但是这个脸能叫灭霸脸 它一定是非常的气势 中间这个竖向的隔山确实是很像灭霸的这个下部颗胡子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进攻跟气势感觉 搁在这么大的车上也就能压制住了 这两个基角也就没有显得那么的突兀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整个车的整体的前脸 四十五度 包括正侧的一个造型的感觉 因为在图上看的时候 这个车有点厚仰 在之前的效果图上 显得并不是那么精神跟利索 但是如今看实车 我觉得这个整体造型 包括轻微俯冲一点点 包括它的整个鼻子的长度 都做的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整个的静态的姿态 比图片上要好看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大家对于造型是不用担心的 之前我也说过分体式的大灯 对于整个人看一个车视觉定位的干扰 因为人看一个车的话 需要知道这个车的前脸的眼睛的部分在哪 但是领克的车虽然是分体大灯 但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两个急救的人情车灯 不会让你认为是这个车的眼睛 它的眼睛还是大灯的主灯这个部分 领克09的主灯 每边是84头的多头矩阵式的 并且带有弯道随动的大灯 这个配置不知道是不是全系标配 但是截着现在我们这辆车是标配的 配置非常好 同时这个车内外的一些配置 现在是共创的阶段 什么叫共创呢 就是厂商希望用户来跟他们一起来决定 哪些的配置是选配 还是标配 还是不要配 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 它中间的隔山里面的 主动避隔山的这个技术 其实对于冬季的行驶能耗的节省 包括行驶过程中的减阻 都是有好处的 并没有讨论现在是标配还是选配 这辆车是并没有装主动避隔山的这套系统 直接能看见我们的散热器 作为一个五米长度的车级别 这个鼻子真的是非常长 长鼻子的好处是 可以把造型做的非常的优雅 但是问题是会压迫第二第三机后背向的空间 这么长的鼻子 搁一个六缸的发动机 其实都是足够的 所以我现在就不禁对于第二排第三排及后背向的空间 有一点点担心 一会我们进去再看 好 我们视线来到轮子 轮子这辆车用的是20寸的轮子 同时厂商还有个21寸的轮子的版本 21寸肯定侧面的视觉会更加的饱满 但是这20寸的轮子也一点都不难看 它是一个旋风 有一边倾斜的 并且是竖刹外子型的这种造型 并且是有一点点小内凹 所以这样的造型的轮子挺好看的 如果你为了舒适性是比较在乎的话 你就不要选那21寸的轮子了 因为毕竟20寸的轮子 它可弹性变形的轮胎部分会更大一点点 21寸一定会让这个车比20寸的更硬 但是咱们要挑刺的话 比较遗憾的是它并没有出两套的轮子模具 它这右边还是反着转的 变成反竖刺了 如果真真正正讲究的厂商 现在都是两套模具 让两边是一顺边的转 这件事不知道就不知道 一旦知道的话就特别难受 轮子的宽度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275 45 20 275的轮胎宽度 搁在5米级别的车上来说 属于是比较宽了 我给大家一个参考 基本上3.0T及5.0T的缆胜 它的高配车型 才会标配275宽度的轮子 275其实对于行驶的 性能方面的加乘是非常多的 但是不利是来自于 它可能产生更多的轮胎噪音 及它的滚动阻力会更大一点 燃油经济性可能会略差一点点 这个在日后的使用过程中 就会有一个结论了 那很明显 领克是为了它的样式 下盘比较稳定 并且整个的轮的视觉力量感 会比较好 选了275的宽度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包括它的操控性能之类的 肯定比265跟255要好了不少 这个20寸的轮子造型 我还真的是挺喜欢的 好 我们事先再往后看 在它的车门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鲨鱼塞的造型 这个造型如果单给你看这块区域 特别特别的像蓝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 尤其是这个塞片后面的 这两道类线跟蓝胜也是非常像 我觉得局部的精髓的位置的抄袭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要别整车抄袭 就是OK的 后面是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 当然了这种门把手 我一直说我并不是太喜欢 但是它对于减阻跟减灶来说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尤其收回去之后 整个的封阻会减少很多 再有一个非常喜欢的点 就是它这个车的整个B柱跟C柱 跟整个的三大块的玻璃 是完全纯平 你看这是纯平的 没有任何的凸起 这个对于减阻跟减灶来说的 帮助就会更大 因为一般的车这块都有很多的凸起 就会带来气流会比较乱 气流一旦乱的话 它的阻力跟噪音就会上了 能做成这样 真的是很棒 这个档次感真是不错 好 那我们事先来到了尾部 这个尾部的造型 我觉得整体来说 这块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这个线条 引入了曲线的线条 因为这个车整体来说 没有太多的曲线线条 但是这块的曲线线条 让我感觉到 在整车来说 是比较奇怪的 比较跳戏的一块设计 同时这个车 是有空气悬架的版本 当然这辆并不是空气悬架 是普通的弹簧 因为现在空气悬架 因为外国的疫情 包括芯片的产能 在有可能首批发售的 领克09的身上 并不会有空气悬架的版本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可能在明年 会提供空气悬架的版本 好 事先来到了尾部 它在这种 外面是这种立柱 里面是用反射式的尾灯 还是比较少见的 同时它的领克标 也是照在整个的 尾灯灯组的玻璃罩里面 这像是个艺术品一样 这外面是有保护罩的 这个设计确实比较少见 底下是带有扩三级的造型 显得比较年轻 两边是双边共四出的真排气 我们来看一下后备箱 打开之后 现在是六座模式 也是我非常关心的 六座模式后备箱的一个进身 我给大家简单的比较一下 现在是大概一个半小臂 这个进身的长度还是OK的 我们摄像老师的箱子 摆在这 大家看一下 如果横放的话 这边还是有很多空间 我给大家竖放一下 到时候老师标一下 整个这个箱子的长度 我现在是没有 后期来标一下尺寸 这个进身 我觉得对于一个无迷 出头一点点的车长 同时鼻子还是挺长的 车来说 这个后备箱 在六座模下的进身 比较大了 比较难能可贵 所以我现在对于第二排 跟第三排的空间 开始有些担心了 因为总长就这么多 如果后备箱大的话 那两个位置就不知道 是什么情况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它的细节是 它的第三排 起码我们现在试这个版本 是带有电动 升起跟电动放倒的 未来的全系列的版本 按照之前的经验 应该不是整个全系 都有这个配置 可能是中高配才有 左边有12伏的电 但是只有120瓦 稍微欠缺了一点点 哪怕是150跟180也好 有一个三公斤的挂钩 这个是非常好的 右侧有一个耳朵空间 是下沉的 能搁一些零碎 左边有一个内凹的耳朵空间 灯光照明方面 在六座的后备箱模式下 做的非常的差 只有两次 有两个非常低脚位的小照明 而它的整个的后备箱的盖板上 理论来说 你那块有两个低脚位的灯的话 这应该有高脚位的 把整个照明区全照明 但是这上面并没有 所以这块的空间 在碗上是特别黑的 是不好的 OK 我们现在把第三排放倒 看一下四座模式下的 后备箱空间 左边按完了之后 第二排先往前走一点 然后第三排 头转自己掉下去 然后这边放平 电动的虽然慢 但是可以解决很多的 比如说老人 包括媳妇孩子 去把第三排放倒的方式 因为你用手动的话 基本上我刚才说 这两三个人群就不会弄了 好 放平之后 会形成一个纯平板 这个平板真的是很平 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凸起 任何的车 只要我觉得车长超过4米8以上 它只要是把第三排折叠 放平了之后 后备箱的空间就会变得巨大 这就不用讨论空间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空间是没问题的 再看一下整个地板下有什么东西 打开之后 是一个向下倾斜的第二层的空间 这一看倾斜的话 很明显这里是有备胎的 在打开之后 这底下是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备胎周围还有一点点的空间 然后向下倾斜的第二层的左右 还能搁一些东西 我觉得整体来说 给它的6座 第4座模下的后备箱空间 一个比较高的打分 唯一扣分就扣在了 照明并不是非常充分 因为这块都没有照明 外加上它的顶棚的靠后的位置 也是没有照明的 它是直接搁在第二排 第三排中间那个位置照明 对后备箱的照明是非常不友好的 坐进领克09的内饰 大家先看一下全图的设计的感觉 一眼看过去 我觉得属于是无功无过 很标准的 2021年发布的这么一个 常规家用车的整个的内饰设计风格 并没有什么太超前的设计 因为就是两块屏幕 前面行车的这块屏幕 大概是12.3寸左右 中间的这块屏幕 因为它更窄一点 大概是12寸左右 前面还有一个12.8寸的HUD 其实就相当于三块屏幕 然后咱们说一下整个的中控细节 它的中控给人感觉档次比较好的 就是中部跟下部 它中间是铝合金的这种的激光雕刻的面板 手摸上去是有凸起跟凹陷的 并且这个拉花的质感跟纹理是非常好的 像是很高档那种北欧简约的家具公司设计的那种的内饰的风格 非常好 同时它的底下都是这种的前马鞍棕的这样的一个皮质的包裹 包括你腿部接触的两侧 包括你的座椅都是这种马鞍棕的皮质 触感跟视觉都非常的好 但是让人比较跳戏的就是这个上部 不管是因为什么科技还是环保什么样的设计 它的整个中控的上部都用了这种发泡材料的整个中控上部的材质 这样发泡的材质就跟它的中下部激光雕刻的铝板 包括皮质就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这个上面就显得比较廉价 并没有底下那么有档次 所以这就是感觉比较穿越的一点 一些细节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包括这边的空调出风口 这个拨杆的手感 包括这种青灰色的金属的质感摸上去冷冷的这种感觉 都非常舒服 这边的小打瓣也显得比较精致 我把水线拿一边去 驾驶模式的选项包括启动的按键都是这种青灰色的配色 跟整个的内饰风格还是比较搭调的 方向盘相对来说造型是比较普通的 就是普通三幅的运动的方向盘 整个海绵的厚度是不错 皮质崩的也是非常的紧 手感还是挺好的 造型比较一般 所以这个车的内饰的设计风格就属于是无功无过 不惊喜不失望 让你挑不出太多的刺 但是你看过去 你说这个车2022年主销 你觉得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极致的夸张的一个设计的风格 基本就是这样 前排的配置部分 肉眼可见的环节是非常高的配置 但是我觉得高到这么高的配置 应该就是它的顶配或者次顶配的车型了 14个喇叭的BOSE音响系统 前排座椅通风加热机翼 包括按摩 并且前排座椅的调节是非常好的 它的常规调节之外 有一个左侧多功能的方向按键 一旦你开始调了之后 它屏幕就会给你显示 问你这块多功能的按键 你今天想设置什么 比如说腰拖 腰两侧的加紧 坐垫的长短的延伸 包括座椅按摩都可以通过这个多功能按键 在你上面再结合屏幕的选择来进行一个切换 所以这个座椅的功能非常非常的丰富 这是要表扬一下的 除了刚才我说这些舒适配置之外 这个车也配了二级的辅助驾驶系统 整车的很多个高清的摄像头 包括360的环影 包括超声波及毫米波的雷达 组成了这个视觉为主的方案 那当然了 厂商说未来可以升到三级 但是咱们往后观望着看 同时驱动这整车这些大屏幕的芯片 是高通最新的8155的这块芯片 还是算力非常好的 OK体验我们在后面说 现在这些肉眼可见的配置虽然很高 然而很喜欢 但是并不确认哪些配置 是要在最终量产的什么版本的车型上去搭载 厂商正在跟用户产生一个共创的计划 也就是用户来提哪些应该标配 哪些应该进行选配 所以我现在说太多的配置没有 等用户共创完了之后 就知道这些高阶配置到底应该是什么情况 前排的人进化的体验部分 如今的车给你留了一个前排的墨镜盒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这儿老被侵占或者就被忘记 给领克09大大的一个赞 再往下看 整个这些车机屏幕里最关键的 肯定还是中央的这块娱乐屏 用了8155最新的芯片 但是现在因为这是试装车优化的还不是很好 刚才我在中间这个界面点这个汽车的设置 然后启动这个界面 大家现在看这个渲染出来的领克09这个车 在这慢慢转的这个画面 大概得有等了五秒钟的时间 这不是8155的一个水平 应该是厂商优化的还不够 这块屏幕呢 继承了领克一贯的屏幕 非常非常的细腻的这一点 所以领克的屏幕 你们让不用看就知道 一定是特别精细 给人挺喜欢的感觉 在这块大屏幕的正下方呢 是一块科技感比较强的屏幕 这里面还有三块屏幕 中间一小块关于空调整个的温度 及设置的一个显示 包括第三排空调是否开启 同时空调的这个温度控制的旋钮 物理按键是有档位感觉的 手感还是挺不错的 在如今各种触屏的年代 给你留了带有物理按键的 档位的旋钮还是挺不容易 同时这个旋钮 它的屏幕竟然兼顾了左右横滑 你就可以滑出座椅通风加热 包括温度的控制 是否整车执行一个温度 包括防氧盘加热 这个还是很少见的 所以你要说整车 最让人意外的一个科技感 跟体验的感觉 就是来自于主屏下面 这套空调控制的区域 它结合了屏幕及虚拟的触控 包括整个的物理按键 我还是很喜欢这块的设置 再往下看 它的梯子区根部的位置 是一大块内凹的储核 里面带有无线充电板的功能 轻微表显一下 这两边是两个比较大的杯件 并且中间还有一个小的空间 正好可以把钥匙或者卡片 放在中间这个位置 挺好 还有一块手感跟做工非常好的 百叶窗可以关上 避免落土 这块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边就是巡航导弹 发射警示的对开的舱门 打开之后 这个扶手箱里面的空间还是挺大 里面有点烟器 以及两个USB的充电 因为是电子换挡系统 所以它的中下部的 这块还有一个储物的空间 虽然并不能像其他车 坐的整个底下一个大通舱 特别大 但是这块空间 还是能放不少东西 两侧是由两边的高度的 不至于东西直接掉下去 整个T字区域的 方向板左下角的位置 还有一个单独的 挺大打开口的储物 所以这里面搁一些 不常用的票据 包括高速通勤券之类的 都是没问题 OK 这个车的前排使用体验 感觉还是挺好的 咱们看一下座椅 座椅是这样 这个座椅皮质非常非常的好 同时功能 起码在这辆高配的客行 是非常好的 座椅通风加热 按摩机翼 包括包裹的 可以单独调节 及腿部的长度的 腿托的延伸 都是有的 皮质的触感 包括做工 包括上面这样 类似于领刻标的 这样折线 都做的非常好 手感跟质感 跟触感都不错 整个靠背的 它的加紧 因为是可调的 所以你靠上去的话 你会觉得说 靠背给你的安全感 挺好 但是唯一就是 椅面的海绵有点硬 坐上去之后 就是没有感觉到 给你下陷的感觉 因为刚才厂商宣传 在说是皮子很软 海绵很软 但是皮子确实很软 海绵真的不软 没有那种下陷的感觉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遗憾 头枕 虽然不能近身可调 但是头枕两侧的 护翼可调 这个你在开高速的 过程中对吧 对于固定头 包括副驾驶 你往后躺着 过程中稍微倾斜一点 去睡觉固定头 都是挺好的一个设计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排 好 我们现在坐进第二排 第二排大家可能看着 感觉是稍微有一点点黑 因为我把这边的 手动装帘拉上了 同时整个天幕的顶棚 装帘我也拉上了 因为外面光比太大了 里面太暗 外面太亮 所以显得这里面稍微有点黑 但实际上这个车 如果把这些都打开的话 里面会非常货亮 虽然它是这种的 前马鞍松极黑色的内饰 但是通透度是没问题的 因为你想这天川一直延伸到第三排的前面 延伸到第二排的脑瓜瓢的后面了 所以这通透度是没问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排最关键的一个指标 我现在把第二排拉到了最靠后的位置 电动的前后调节 已经是没法动了 到最后了 你看第三排已经没有空间了 前面是我的坐姿 大家看一下腿部空间 两拳一指 两拳多了一点点 对于一个五米多长的车来说的话 两拳多一点点的 第二排最大化的腿部空间 这个空间是并不够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手横 你鼻子留的长 你后背箱留的相对偏大一点 你第三排跟第二排的空间 一定就会被压缩 不可能超过物理定律 总共就是五米多的一点点车长 稍微有一点点遗憾 其实鼻子再短一点点 后背箱再少一点点 第二排第三排空间就能再大一点点 但是就看这是个取舍跟选择 来看一下细节 中间有一个空调的温度的调节屏幕 同时第二排再有加热 未来的全系第二排有没有加热 这是未知的 两个USB的充电 底下是一个储物盒 中间有一个传动轴 因为毕竟要走四驱 稍微有一点点高 但是中间没有座椅 这不用放腿 所以这块高一点 无所谓 倒是这个过道 也比这个鼓包再高一点 一会进第三排的时候 垂直空间够不够 咱们进第三排的时候再试 我现在是看过去 前排座椅是这种运动的风格 因为整个头枕是比较收窄的 它跟一般的座椅不太一样 所以我现在视线中间的这块区域 是比较宽阔的 这个座椅后面是这种香槟金的配色 显得档子感还是挺好的 没问题 后排的一些配置 BOSE的音响系统 这边是手动的遮阳帘 这个遮阳帘是不是全系的标配 这也是未知的 同时这个车的五块玻璃 封挡一块 前排座椅两块 第二排座椅的两块 都是双层夹胶的隔音玻璃 同时这块还是隐私的 这是要比较一下 不知道全系是否是标配 全是未知的状态 双层复兽的手感特别软 你看 这个海绵非常软 比座椅还软 座椅的触感 因为是电条的座椅 我们试试往后放 放到这个位置 它的往后躺的角度并不是非常大 你要说彻底的睡觉 稍微有一点点不足 但是这边也带有固定头部的小呼翼 这么着睡觉 其实姿势还是OK 挺舒服的 第二排座椅 虽然不能提供靠背的 整个的加紧的幅度调节 但是这种怀抱的感觉 还是能感觉到的 座椅的椅垫长度也还是不错 我常规的1米75的身高坐在这 你看 完全承托住我的腿 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它的皮子跟前面一样 都是非常柔软 非常舒服的 这个没问题 海绵跟前面 我觉得大差不差吧 感觉可能后面的海绵的形成 比前面还长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后排座椅 坐着还是挺舒服的 是没问题的 OK这个座椅 好 第二排基本上看到这种程度 我们现在准备进第三排 因为第三排前后不可调 所以我把第二排按照我们的评测标准 首先把靠背 先还原到标准姿势的靠背 就是这样 第二排往前留一拳半左右 一拳半左右 好 OK 这样的腿部空间 我们现在进第三排 看一下第三排空间怎么样 我现在直接就从这个过道走 首先感受一下这个过道 这过道中间这块一下鼓起来不少 一旦鼓起来不少的话 我这么着往里走 还好 还好 因为这个整个天蓬的高度还是挺高的 这么着往里走并不显得特别的几后背 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坐进第三排了 我现在坐进第三排了 按照刚才我说的理论 头比较长 后背箱留了比较多 第二排可变的近身就会比较小 第三排空间一定就会比较小 这是一个物理绕不开的定律 现在第一排第二排 我都已经跟你说了 我的怎么设置的 很清楚 现在第三排就是这样 我的腿完全跟前面顶上了 并且是顶进前面的海绵里头 第三排就会比较小 这个第三排坐成年人会比较局促 哪怕中间有一个六座的可以放腿的空间 但是六座可以放腿的空间 虽然能缓解一些空间的局促感跟压力 但前提是 至少我的腿能不贴在这个后面的座椅上 才有可能用六座的中间通道来缓解空间 但是都完全贴上了 这个就没法弄了 这空间确实很小 所以向小朋友过渡一下就OK了 既然是小朋友的过渡座椅 那其实第三排 它的座椅靠边直不直 什么海绵 硬不硬软不软 坐地高不高 那也就没有太仔细的重价的必要了 一些小细节 这块的玻璃尺寸还是挺大的 后面的UV的感觉是比较弱的 右侧有一个小盖板底下 有USB做的非常的精致 同时还有一个插手机的插槽 两侧各有一个背件 后面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在我前面可以控制第三排的空调吹风 这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第三排功能很好 光线很通透 就是空间限于整个的物理尺寸 即前面后面两块留的空间比较大 导致第三排空间就会比较小 也就如此了 我们现在开起来了 我对这个车的开的寄予的希望还是挺高的 它的动力有关的那咱们再回复一遍 2.0T 48V的轻混系统 并且是中高功率的2.0T 254马力的四缸涡轮增压 爱信的8AT 伯格华纳六代的智能实施4G系统 因为今天我的试驾过程中 我不太想试这个车的越野的部分 这个车的越野部分其实也没问题 因为伯格华纳的六代系统 它的前后的动力分配是比较智能的 并且中间的多片离合器的系统 也可以锁的比较死 外加上它的左右的轮间也是有电子线滑的 拿这个车它不管是现在的弹簧版本 还是未来的空旋版本 去过一些在自驾游过程中轻度的越野障碍 有一些轻度的小交叉轴之类的 这些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大家不用担心 所以这样的车型自驾游是OK的 肯定比两驱车要通过性好了很多很多 尤其是四驱的空旋的版本 它升起了更多 可以做到20多厘米的高度 对自驾游过程中的通过一些 比如说塌方之类的这样 你被动的障碍 也不是主动的非得去翻越障碍的过程中 就会更加的友好很多 大家不用担心 其他的一些指标 这个254马力的2.0T的发动机 推这个5米的车 大家总担心动力 动力真的是没问题 你看我现在大概是一半的油门 它的加速的提亮的感觉是没问题的 外加爱信这个8AT 确实是不错的8AT 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对我的干扰 我也试驾了半天了 加挡减挡没有任何的顿挫 就是没有存在感的变速箱 都是挺好的 外加这个2.0T的发动机 除了它的动力数据不错 它的怠速也是比较安静的 外加行驶的过程中 不管是一千两千三千四千 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噪音台阶 突然间暴涨的 嗷嗷就响的不行 你看刚才我已经到了三千多转 很多2.0T的发动机 到了三千多转 一个噪音的台阶一上来 特别的难听 特别难受 但是这车并没有 这台2.0T属于是安静的2.0T 48V的轻换系统 在起步发动机从起停的状态 变成运转的过程中 变得更加的平顺 一定程度内的节省了燃油 包括增加了启动那一下的平顺性 是OK的 悬架的部分 因为很多人老在说 这车跟XC90是有一些渊源的 但是我可以负责的说 这个车的悬架比XC90要软了非常多 那个车是一个纯欧式的硬悬架的设定 欧洲人很喜欢 但是亚洲人并不喜欢 像我就是特别讨厌XC90整体来说 很硬的那个悬架的感觉 但是这个车的悬架 要比那个明显的软 尤其是前段会很软 你大冲击之后 后段会相对来说硬了一点点 就有一点点欧洲车的感觉 但是起码前段是要软了很多的 这是挺好的 最后就是噪音的部分 这车2.0T属于是安静的2.0T 前面已经跟你说了 所以发动机的噪音不用担心 同时它因为轮胎齿 是相对厚一点点 20寸的轮圈 并不是那种极致大 像21寸的弹性的部分会比较多 能吸收了很多的细碎振动 同时它的悬架 也比XC90的悬架要软 所以这个车传递到 整个的座舱里面的细碎振动 引发的噪音 就会相对来说少一点 是比较安静的 起码来自于整个的振动带来的噪音 但是有一个噪音 你是解决不了的 那就是因为它的胎宽 做到了275 所以来自于轮胎跟地面 接触摩擦的决绝的噪音 你是过滤不掉的 还能听见一些嗡嗡嗡嗡的声音 但是来自于轮炫的震动 细碎的那样的噪音 是没有的 外加整车的风噪意志是非常好 因为整车的五块的主要玻璃 全是双层夹胶的隔音玻璃 外加它的整个的外面的 风阻跟风噪的优化非常好 比如说 DC柱的玻璃跟侧柱 是完全纯平的 减少了很多的乱流 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风噪的影响 所以这车的风噪发动机噪音 及震动带来的细碎噪音 做的都非常不错 唯一就是宽胎带来的嗡嗡嗡的噪音 那个是它的最主要的噪音源 好 我们领克09的试车就到这了 简单总结一下 这个车因为它最终的配置还没有定 所以说 基于配置跟售价 这方面的分析就没法做了 但是这个车体现出来的 它的好的部分 我觉得外观是比较好看的 整个姿态是比较美的 尤其是轮子 我非常的喜欢 内部的整个中控的做工用料 包括它的这个铝的激光雕刻的内饰板 及整个皮子的包裹 都非常的美 非常的舒服 白座椅的版本 我可能觉得会比马安宗 我更喜欢一点 中间这几块大屏幕的反应速度 未来肯定是没问题的 虽然现在软件优化 还没有完全做好 包括这个大屏幕的细腻程度 及整个人性化的前排的体验 做的都是不错的 第二排的座椅空间 稍微小了一点点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的体验还是不错 第三排确实是比较小 这是问题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行驶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瑕疵 我觉得行驶还是OK的 不管是动力 还是舒适性 还是隔音降噪 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车整体来说 产品的竞争力还是挺好的 唯一就是你拿它做一个 主要家里的六座车型的时候 可能第三排 你就必须得说服孩子去做 做大人的话 就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小 OK 等出了具体的量产的配置 包括选装包及价格之后 我们再给你做一个导购性的 试车跟分析 喜欢记得分享哦